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乘客明面条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播打一风翔之漫游《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散播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年过八旬的李清元老人 在今年的大年初二诊断出肝癌晚期 由于年纪较大 他衰弱的身体已经接受不了 放射等各方面的治疗方式 他选择了回家 安静地度过最后的日子 他说他还有一桩三十年的心愿未了 那么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身体每况日下的李清元老人 到底会有何心事呢 具体看 当时医生是跟你怎么说的 医生就告诉我 他这个写得很清楚 他就告诉我 这个他里面有两个肿瘤 就是说肝里面 医生有说他现在已经是晚期了吗 他说是晚期 转移了那就肯定是晚期 老人的二儿子拿着医院的诊断书 告诉记者 今年大年初二 老人突感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 发现老人肝脏长了两个肿瘤 诊断为肝癌晚期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家人们都不知所措 而李清元 却安静地选择了 放弃治疗 你好爷爷 前几天身体有病 为什么不在医院继续治病 要回来呢 你治不好啊 医生说治不好是吧 治了治去又是痛 治了治去又痛啊 就没有感触了 自己 我这一天就是 10个瓶 那么大掉个瓶子 有时打进去 10多打进去 降在那肚子里 降坏 李清元老人面颊凹陷 他声音微弱坐在床上 他说 现在身体已经经受不住放话疗 他想在家里度过最后的日子 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他还有一个困扰了他三十多年的心事 没有完成 您这是在找什么呀爷爷 他都走 他都走 走中间 以前跟孩子 还有您前妻的照片是吧 还是 还是没见 这底片呢 这是 这是 这看得清啊 这是 这是黑白照片吗 黑白照片都不算吧 那个是底片没洗出来 可以洗 只能模糊看到四个人头 这是底片呢 他们年年在这 就这一张照片 李星远从抽屉里翻出一张严重曝光的底片 照片上是他的前妻和三个子女 33年前 夫妻俩离婚后 前妻作文香就带着三个子女 彻底的离开了李星远 30多年 他只能凭着这张看不清脸的底片 来解相思之仇 离婚近30年你一直都没有去找过他们吗 没有什么难处 什么难处呢 我本来就想去找 因为这小孩呢 我其他男的结了婚以后 他跟其他人结婚了吗 他跟其他人结婚了吗 那就嫁了 另外结了婚了 他结了婚以后呢 我就考虑了 不要去找 不要去金灯这个小孩 这小孩再来婚以后看不起的 如果我去金灯来 你那个老公又来找你们了 我就放了这一手 就一直没去找 离婚后没多久 李星远就听说前妻作文香再婚了 他害怕自己的突然到访 会影响孩子们在新家庭中成长 那么如今30多年过去了 曾经的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老人该从何处开始找寻呢 这时李星远的长孙说 他有周文香的线索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家隔壁邻居 他有一个那个开大课的 他经常往成州的 从佳河开往成 就从我们镇上来开往成州的 他是偶然之间从那个地方经过 然后看到他妹妹那个 那个也就是我强奶奶吧 就可以这样子说 看到他妹妹的名字 感觉有点熟悉 然后就回来以后就告诉我爷爷 我爷爷就说是 是他 在和周文香结婚前 李星远有过一段婚姻 眼前这个年轻男人 就是李星远 与第一任妻子的孙子李杰 他告诉记者 三年前 邻居在陈州市 见到过周文香的妹妹 他们猜测 周文香就住在附近 那么 仅凭人群中的匆匆一片 能否找到周文香呢 我们抱着一丝希望 赶往陈州市 寻情小组和李星远老人的 长子李光成 以及长孙李杰 前去陈州 那么周文香和其子女 是否会在邻居提供的位置呢 失散三十多年的亲人 到底能否团聚 在陈州市苏仙区 我们看到了周文香的名字 可是 照片中的周文香 看上去年龄不到六十 比李清远年轻许多 难道 他会是李清远老人的前妻吗 李杰说就在前几天 他与周文香 有过正面接触 你们之前来这边找过他是吗 对 就在这楼道这里 我们就在二楼的楼道 是找到他本人了 还是怎么了 他本人 你跟他说了 就是他前夫快去世了吗 就是身体不好吗 说了 就是说想见一下 就说让他的子女 去见一下我爷爷 他有什么态度 态度就好激动 很激动 对 而且说什么 说什么都不行 怎么说都说不通 李杰说 前几天 他看见周文香 从这栋楼里出来 当他与周文香 说起爷爷时 周文香瞬间情绪激动 并把李杰赶了出来 那么照片里的周文香 究竟是不是我们寻找的人 李杰 按响了周文香的门铃 是不是 你住什么呢 我不是啊 不是啊 我脱了 他没住在这里 在这儿 你都脱了你 怎样的 不是的 他没住在这里 所以把住在我们 在这里 不是他提醒 哦 那他人在哪里呢 那您方便跟我们见一下吗 门内头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她自称是周文香丈夫的妹妹 面对李杰的提问 她回答闪躲 还没等我们告知来意 她便拒绝了我们见面的请求 寻警记者决定先到 郑州市扎上街社区了解情况 她是在这边住了多久了 她住了几十年了 一直住在这边 她准时拆迁 后来就安了这个南渊这边 比如在这住了几十年 一直都是她自己 反正我是没看到她老伴 总是她一个人 带着外甥 粗粗精进 没看过她老伴 所以说你们说 她有八十多岁的老伴 我就不知道 有些人 她自己的意思 她不想说 陈州市扎上街社区主任 告诉记者 邹文香一个人在这里 住了几十年 从来没听说过她有老伴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没有老伴 刚刚那个自称 是邹文香小姑子的神秘女人 又是谁呢 你个儿子有过来看过她吗 有有有精彩的一些 她女儿都没孝顺的 但是她们死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知道她们那个父亲的事情 那我就不值得了 因为她们的事情 自己家庭的事情 我不会特别要紧 但是就平常这个老汉 还是同样的 对对对对 我们社区有时候要她白马做什么事 她也会做 据了解 住在扎上街的邹文香 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但她们并没有住在一起 在社区居民眼中 邹文香为人热情 可李洁见到的邹文香 却脾气暴躁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 我们要寻找的那个人呢 社区主任拨通了邹文香的电话 你现在到屋里吗 哦 我有个事想找你啊 你什么时候回啊 哦 你到我办公室来了 哦 你好久 好久回啊 哦 好好好 嗯嗯嗯嗯 好 好好好 她一个女儿 你的小子 你们那个 你们回备一下了 她马上过来 到我办公室来 电话沟通后 扎上街社区主任 约邹文香到社区来了解情况 可李洁源老人曾经说 前妻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但据我们了解 邹文香多年来一直独自生活 除了名字和三个子女外 家住扎上街的邹文香 和李洁源的前妻 完全对不上 那么 种种可疑现象的背后 到底是何真相 1977年 李清源老人 结束前一段婚姻后 跟邹文香结为夫妻 他们共同生育了 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如今他身患绝症 只希望能够找回 失去多年的亲情 寻情小组也根据线索 找到了邹文香的住址 可是调查之后 却发现 家住扎上街的邹文香 和李清源 年龄相差了近20岁 而且李家人 曾经见过的邹文香 和知情人描述的邹文香 性格截然不同 那么我们找到的 这个邹文香 究竟是不是李清源老人的前妻呢 如果找对人了 他之前为何要拒绝 李清源老人寻亲呢 这个是你的离婚协议书是吗 是的 家伙生的 你可以看 双方自愿离婚 你们是1977年结婚的 然后之后生育了三个孩子 因为之后发生争吵 感情破裂 于1985年8月 就是你的前妻起诉离婚 1985年 177年 等于说你们结婚了有八年 李清源和邹文香结婚八年 共同生育了三个子女 两人于1985年 因感情不和离婚 当时最大的孩子不到七岁 最小的孩子还在强保之中 三个孩子都归女方抚养 可没想到 这段婚姻的结束 伴随的是三十多年的骨肉分离 那时候一年以后就回来 我到学校找了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呢 那个时候就是听到 他就一直抹去找 就缩开 缩开 我一时间就在抹去找他 就是怕他们没收费 是不是啊 那些年那么多疯疯 说你有 是不是啊 要选对我 他要教书这个儿女 去躲开你 我也这么办法 您说你有偷偷去找过他们 但是你那个前妻 教他们不要见你是吧 刚离婚时 李清源想要尽父亲的责任 抚养孩子 但前妻坐文香 却与前夫彻底斩断联系 他搬家带孩子们 离开李清源 能找到的所有地方 就连邹家亲戚对孩子的下落 也闭口不提 那么我们找到的邹文香 到底是不是李清源的前妻呢 您这个照片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这是你前妻吗 是的 就是他 过了几十年 他要么没有改变吗 还是这个样子吗 没有改变 确定这个是他 我两个人 尽管岁月会改变一个人的容颜 但是当记者拿出邹文香的照片时 李清源老人一眼就认出照片中的女人 就是他的前妻 那么三十多年过去了 邹文香为什么要阻止李家人寻亲呢 看到寻亲有了眉目 老人赶忙将孩子的信息告诉记者 寻那个女孩也是这个 下面这个厕所 这里有个小房间 这里是那个女孩 那个叫梅芳的 叫梅芳 梅芳 就梅 梅花就梅了 梅芳的 一个草子草的一个芳 梅芳 那个老儿就是个宅的 就叫历春 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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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三女的就叫玉芳 一个丸子一点了 玉的 玉芳 也是个这个芳 李清源老人告诉我们 大女儿叫李梅芳 二儿子叫李历春 小女儿叫李玉芳 他们之间年龄都只相差两到三岁 既然寻亲小组已经找到了李清源老人的前妻 那么邹文香是否会愿意跟我们见面呢 他又为何要阻止父子相认呢 就在这时 扎上街社区主任 打来电话说 周文香愿意跟记者单独见面 在扎上街社区主任的办公室 我们见到了李清源的前妻周文香 提到前夫 他情绪十分激动 两人已经离婚了三十多年 到底是怎样的心结 使得作为母亲的周文香 坚决阻止亲情团聚呢 三十三年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 周文香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 原来在他之前 李清源有过四段婚姻 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惊人介绍跟李清源见面两次后 就结为夫妻 直到生完第一个孩子 他才从村民口中 得知了李清源的婚事 我家是跟李清源的 他那是找那个老板出婚 但是那个老头子 他那个狮子婚了 每个小孩子跟那个老婆 一个女婚遇到一起生活 我不晓得他是家伙的 我是勇气的 我是高中病的 我二十八岁他是家伙的 我二十八岁 一个他那真正的高中生 就给我哭起一巴挖起 把我卖小菜 我意见不了的 什么都不晓得 我们那个什么 生活什么 就开了以后 一直我个大的话 我吃个好的大肉 我小脚 我只杀了好多字 我没人听不得 我没人听不得 回忆起那段婚姻 周文湘痛心疾首 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知识青年 当年没有感情经历的他 嫁给了隐瞒年龄的李清源 在得知真相后 他信念崩塌 最让周文湘痛苦的是 结婚之后 李清源还跟前妻们保持联系 挂起那个绿段 挂在那里 他我是他姐姐的 给比那个三个小小子 哎哟 那是他说 我给你讲了米略 你是果子那个时候 归略 你就黑了 我一辈子都结婚 他说他前夫做完三东西 我做那个时候出事 他就交了笔子买回 因为那些门户还跟你一起回 前妻 前妻 你过一个老婆 你叫哪个老婆 他还偷一个老婆一叫 偷一个老婆一叫别老婆 您是说你跟他结婚之后 他跟他前妻还在一起 有来的 先没来的 先前晚三还随得一起有 隐瞒婚史和年龄 已经让周文香心理产生隔阂 而李清远在婚后 多次诋毁前妻们的同时 又跟他们保持暧昧关系 丈夫的虚伪 让当时婚姻中的他遍体鳞伤 最终在1985年 他到法院状告离婚 才结束了这段婚姻 家妻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我对外面的家 我有哪个不敢了别人去我 我找了哪个我就讲 我再回来找了哪个 我告诉你 其实我就是我一直带来小孩子过 我忙开走 我怕对方来找我的麻烦 你怕他找你麻烦 我以前是说 我一直带小孩子读书到晚上 开着小店子 搞仪式做什么 都是我的口口大大的 跟李清远的婚姻 始作文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此后的三十多年 他一直独身一人 含辛茹苦将孩子带大 但对外 他一直宣称自己再婚 就是怕李清远再来打扰他的生活 那么对于曾经的种种过往 孩子们又是否知情呢 他们对父亲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我爱你也没有提过去看他 也没有 我爱你这个事情就是说 谁都走我就别都看谁 小司机说了 现在大了应该不去 如果你去的话 我爱你怎么想 我爱你就不吓叫了 打了他的美意告诉你 你爱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爱你知不知道 你别去问我的爱你 我爱你知的心里面有这个数 从小就有这个 因为我灌输了给他了 这个思想 我一直灌输了这些事情给他们 周文湘告诉记者 子女们从小感受到他的恨 所以也不会愿意去看望父亲 那么周文湘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难道李清远老人曾经 真的做过这么多伤害他人的行为吗 为了求证这一切 记者找到李清远的大儿子李光诚 了解事实真相 你跟我说到底老爷子学了什么样的人 我想说 爱读 爱读吗 读 读 肯定是没得说的 然后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没什么责任感 对孩子 没有 我们这几兄弟包括这些生仔 他都没有说养大一刻过 对 你真的没有我 没有 就偶尔过来看一看你们 看一看 看都不来看 他在哪里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就相当等于我们没有 李光诚是李清远和第二任妻子的孩子 他坦言在他或者其他姊妹们的成长里 从来都没有过父亲的存在 李清远年轻时好赌 没有责任心 每段婚姻结束后 子女们都是交由女方抚养 社会关系很复杂 那个 那浦马那里一个老婆就生那个大学那个弟弟 那里有两个弟弟 他原来有一个弟弟 就刚才开宝马山那个 那个几千万那样 就跟我的 跟我的兄弟 就是我就是等于是那个弟弟 就跟现在成都这个弟弟 就是同父一母的就三个 妹妹同父跟我同胞生的 就是家伙那一个 在城里面平坏水果那一个 其他的呢就 同母一父的有几个 反正很多个 就属于下来起码八九个 李光诚坦言 父亲年轻时四处打拼 做过缝纫 当过包工头 还在地质队工作过 见识较广的他十分风流 同父一母的姊妹有六个 没有任祖归宗的 更是不计其数 虽然父亲年轻时没有担当 但如今人之暮年 子女们还是愿意陪伴在他身边 现在几个家族这么大 一半个 真的是我们家族的 一说他有病 个个都拿钱来 天天都有人送进来给他 拿几百几百几百的他熟 天天都有人送 天天都有人送 那肯定是他年轻的时候 肯定也有他的一些好的地方 不然大家怎么会这么关心他呢 我们这个家族 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说 情义很重 不管你做什么 都会不会去嫌弃你什么以前的 不会去记你的仇什么的 李清源老人所在的石市村 民风热情淳朴 尽管李清源老人曾经有过许多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是亲人们都不计前嫌 时刻关心着老人的病情 可是李光诚作为儿子 在成长里一直缺乏父亲的关爱 他如今对父亲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 就是说实话 很多人啊 哪能够选择对这样的父亲 会有埋怨 会有怨恨 那肯定有怨恨的 你又对儿女又没有一个 有感情 又没有养育过 就是生就是你生的 你生了以后 你时间钱什么都不到位 又没有 我见得你 是不是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现在愿意 这样去来照顾他 他是我的父亲啊 谁管你啊 没有人管你啊 谁管你呢 他可能是又爱又恨 是啊 但是恨就 没有办法去恨了 你去记仇的话 就这个人就越烦 就不用去记仇了 就过去的事情 就过去就算了 就因为你是我的父亲 是不是 我能做到 尽到我的责任就可以了 李光诚年过五旬 时间已经冲刷了 他对父亲的怨恨 成家立业之后 对于恩怨纠葛 他保持云淡风轻 对待父亲的感情 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 那么跟李光诚 有同样经历的梅芳 历琛和玉芳 如今是否也能释怀呢 就在这时 病塌伤的李清源老人身体 更加虚弱了 现在才还没吃晚饭了 就准备睡了 现在五点多 累 坐着不舒服 是吧 您今天一天吃东西了吗 还没有吃 吃不下还是怎么了 吃不下 您看这身上好瘦啊 您看您这个手那么细 全是骨头了 都是骨头了 然后就一个多礼拜 就收起这个颜值 一个礼拜 现在大概体重有多少 您知道吗 现在体重大概多少斤 您知道吗 现在有八十多斤 现在呢 现在只有八十多斤 只有八十多斤啊 就从初二开始 一到移民医院 就反正天天都这样 他不吃东西就麻烦了 他不吃东西 他就吃不进 他就很瘦的快了 不吃就 很虚弱 什么都不吃 瘦弱的李清源老人 连坐立的力气都没了 他躺在床上 声音微弱 气息炎炎 之前起码一天 还能吃两口稀饭 现在他连水都难以下咽 病情越来越严重的他 能否等来失散 三十多年的子女呢 他们又是否知道 此时此刻 父亲正在艰难地 等待一家团聚 李清源老人 从事缝纫工作 年轻时潇洒 帅气 风流替挡 他总共经历了 四段婚姻 有六个子女 而周文湘 是他的第四任妻子 三十多年前的 周文湘思想保守 难以接受丈夫过去的婚史 同样也因为 李清源对家庭 没有责任感 两个人的婚姻 走到了尽头 三十三年过去了 李清源老人 人之将之暮年 但周文湘 还是不能放下 对前夫的怨恨 更极力阻止 三个孩子认祖归宗 可是 李清源老人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难道真的因为 年轻时犯下的错 就要剥夺 他跟孩子 血脉亲情的团聚吗 李光诚认为 上一代的恩怨 不该波及到下一代 或许同父异母的姊妹们 会和他一样 原谅病态上的父亲 为了尽快完成父亲的心愿 李光诚决定 到派出所 寻找姊妹们的下落 这一年 这个是吧 这个是吧 这个没错没错 天使怎么找不到他人 他子女 他子女他不肯 因为我们这些就出来了 他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在郕州市苏县分局 当地民警帮我们查到了 李清源老人的前妻周文香 资料显示 周文香的三个子女都居住在郕州市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三个子女不姓李也不姓周 这是怎么回事 为了尽快帮李清源老人亲人团聚 民警拨通了二儿子 王世坤的电话 这些事情你妈妈是不是 找一些礼仪了 因为是你等于事情 一个事情通出一目的 他是说我们从哪里来的 家伙过来 确实还说 你那个一切能够给你父亲 他们这些已经感染关系了 我今天希望解密你 就去中海说 还麻烦你 我们早就已经到这一局吧 十五两次 好 你看他是 这么 对 民警拨通了二儿子王世坤的电话 电话里 王世坤对于生父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只知道母亲确实是离婚后 独自将他们拉扯大 在了解王世坤的基本情况后 李光诚认为 他极有可能是李光诚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迫不及待地 拨通了王世坤的电话 我现在在你妈妈在楼床下这里 你妈妈她在这里 我现在有没有时间 在哪里 哪个的哥哥 我叫安倍来 我是你哥哥 同父异母的哥哥 你好 你好 你有没有时间出来一下了 给你剪点事了 我现在在你妈妈在楼床下这里 你妈妈她们又不肯讲我们 我过来找你了 在电话中 李光诚以哥哥自称 虽然王世坤显得有些拘谨 但他并没有否认 难道王世坤真的就是李家人 失散三十多年的亲人吗 如果是的 那么他为何会姓王 如果不是 他又怎会答应前来见面 最终分离多年的家人 到底能否团聚 那个大的但是就没放 他就叫称称 还有个叫山山 山姊妹妹 就称称啊 他叫称称 那你记不记得 你从那个地方 小时候就称称 我的称称称称的 大的就没放 我也有一个称称 半个小时后 西装鼻挺 戴拂眼镜的王世坤 如约来到我们面前 他告诉李光诚 记忆中生父姓李 只是后来母亲 为了躲避生父 给姊妹们都改了名字和姓氏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对生父是否还有印象 他又是否愿意 回去看看父亲呢 比如说对大家的好意 或是有一点责任的男人 可能都觉得 你比如说 真的是从小妈妈特别好 我真的 我印象中 我能记得的事情 就是打老妈妈以后 男人就出去 然后妈妈就 眼睛全都是红的 肿的浮肿的 我就记得 我说拿那个鸡蛋 跟她去留眼睛 没有眼泛 我只记得这一个事情 父母离异时 王世昆只有三岁 在他的记忆中 父亲是个脾气暴躁 没有责任心的人 而母亲则性格懦弱 总是被打得伤痕累累 虽然父母离异 解除了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 但王世昆不明白 为何父子之间 也彻底断开了联系 刚离婚的头几年 周文湘和孩子们 为了生存过得很苦 为了养活子女 周文湘变得刚强 坚毅 三十多年来 他独自一人 寒心如苦地 将孩子们抚养成人 母亲的艰辛 让王世昆 对父亲的感情愈发冷漠 但是如今 李清源老人 已是风烛残年 王世昆 能否放下心中的怨念呢 这个是我爷在那里照顾他的事 这个是在医院里睡着 这个是你父亲 我觉得即使以前在那的错 其实他涉及这些事情 他一说 他那个眼泪 他自己都不停的 他也对自己过往的作为 也感到挺后悔的 那个时候 他跟我说过这些事情 但是他第一次 也还不想答应 李嘉仁拿出了父亲的照片 递给王世昆 照片中老人瘦骨临寻 奄奄一息 王世昆沉默不语 眼神变得暗淡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父亲这个概念 在脑海中几乎快被擦去 可是血脉相连的亲情 却不是时间能够斩断的 一边是寒心如苦 养育自己的母亲 一边是生育之恩的父亲 他会如何抉择 姐姐是反对的 因为从小到大 家里也就姐姐做主 那么小 基本上也是姐姐带着我们 他新董事 我们也还是听他的 姐姐病大几岁 大年轻 那他如果说不让你们去 你们不去了吗 我说了我个人还是没去 我不代表任何人去 我代表个人去 王世坤表示 来之前 他已经跟姐妹沟通过 姐姐跟母亲态度一致 是坚决反对的 但妹妹没有明确表态 他会用一晚上的时间 尽量说服姐妹 跟他共同去看望父亲 王世坤跟我们约定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明天下午两点 他都会来实事尊老家 跟父亲相认 跟父亲相认 他在这里生大 我们看到做事 他到墙里挖土 他妈妈很厉害的 三十年很长 曾经的孩童 都以长大成人为人父母 三十年又很短 虽然一切都在改变 但是亲情却始终都不曾变过 在得知了失散三十三年的 李家姊妹 今天就要回来后 嘉河县石桥镇石市村的 许多村民都聚集到一起 准备迎接王世坤姊妹 亲人们为这一天 也做了不少准备 大姐您这是炖的什么 炖鸡 土鸡 好香啊 可以打开一下吗 对 可以 我以为我们弟妹他们来 接待他们呢 你是想接待他们那边的子女是吧 对 熬了一个土鸡 对 还有里面还请了一个厨师 在炒菜 专门请的厨师 是什么菜 雪万团 雪万团 对 特长这是我们这里在吃的 吃哪地方没有 是想让他们吃一些家乡的味道是吧 对 对 为了迎接失散多年的亲人 李家亲戚专门请了厨师 上门做了许多地道的家乡菜 家乡的味道跨越乡愁 承载着亲情 他们相隔不过八十公里 却分离了整整三十三年 老人望穿秋水 一并不起 却仍在等待 他们来了我就准备给他们 也不空他们的手 在哪里啊 他们藏在枕头底下 给他们三个子女一人准备了一个红包 是吧 好来 好来 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给他准备红包是吗 不 我们这里是规定的 然后你们的意思就是 初一次来找父母请的 都有个大小红包 他要给他们摸个红包 有 我这包了两个块钱 每个红包里面装两百块钱 每个很多块钱 李清源老人强煮着身体 小心翼翼地从枕头底下 拿出了三个鲜艳的红包 虽然钱数不多 但是这包含了一个父亲 对子女的愧疚 歉意 更承载着他多年的思念 那么最终王世坤姊妹是否都会来看望父亲呢 就在这时 王世坤发来了一条令人意外的消息 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他说不过来了 信息内容说了什么 你说一下 我对这个所谓赋予我生命的男人 在我脑海中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存在过 当我知道当年我生病的时候 把我和我妈拖去在医院不闻不问 是靠一位好心人解口放食 靠我妈卖血治好我的病的时候 我觉得哪怕是位陌生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在他身上却做不到 一个夜晚的时间 结局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世坤和姐妹 母亲对于过往的恩怨耿耿于怀 他们不愿意跟李清源老人相认 等了33年 在临终之际 老人为即将到来的团聚欣喜不已 可没想到一晚的时间 希望化作了泡影 他们始终没有来你会怪你的子女 你不来的话 我现在找不到她的信息 找不到她的信息好了 这里有她手机号吗 你们有 但她不接电话 那她们我超出 我妈妈慢慢来 你妈妈来 对 我妈妈来 你是她想怎么做呢 我 我休想她工作做好 以后再探这些过程去 你怎么跟她做工作的 我就看到 你有一些想说的话想跟她说是吧 嗯 那你这样好不好 我们给你拍个视频 然后把你想跟她说的话发给她 好吗 可以 我也很想他们姊妹 但找她的姊妹找得多样 一直没有信息 但是接着她就 改名换身以后 我拿着去找他们姊妹 说这些东西 我也感到很遗憾 我觉是想看看他们 一个警察强下 第二个 他们的事业 我给我问一下 关心他们 嗯 关心他们 我绝对没有因或坏心 对儿女 都是祝父母亲去求心 就知道 哪个我希望自己的儿女 亲家 有信念 是吧 就是 作为祝父老人家的一片信念 可怜天下父母心 等了三十年 判了半辈子 尽管王世坤姊妹 不愿来与李清远相认 但作为父亲 她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子女的思念 仍旧希望获得孩子们的原谅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老人会用所生不多的宝贵时间 来等待和赎罪 悲莫悲惜生别离 李清远老人等了三十三年 最终却仍未叛到血脉团聚 年轻时 她做过很多伤害他人的行为 对于妻子来说 她不是一个负责的丈夫 对于子女来说 她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但是 自从1985年 跟周温香离婚后 她没有再娶 直到骨肉分离 她才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任性 此后的三十多年 她选择用独自生活 无依无靠来惩罚自己 在这里 我希望周温香 能够放下心中的怨念 更不要向子女们传播仇恨 因为上一代的恩怨 不该由两代人来承担 也希望王世坤姐妹们 看到节目之后 能够放下仇恨 去看看这个生命 已经进入倒计时的老人 欢迎回到由乘客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一封祥 芝麻油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由乘客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